姜濤的綜合新聞報導 今天繼續要講的 大家所關注的議題 有關姜濤 但是昨晚出了一段有關MC的訪問之後 本頻道 我真的很開心 終於受到關注 就是MC MC疑似 MC那些粉絲 疑似受到大量的攻擊 大量的投訴 昨晚高等仔 如果有跟高等仔聊的觀眾聽眾都知道 昨晚高等仔我真的不是有空 因為我要迎接那些hater的攻擊 那那些是不是姜濤的hater呢 不是姜濤的hater 就是就著MC的訪問評論 那就很忠肯 老實說 我都敢拍胸口說 中觀整個網絡界 youtube界來講 我評論MC的訪問 很忠肯 是不是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誇眾取寸 只不過是就著說話去分析 給大家聽 都很多謝 我的觀眾聽眾的支持聽到 我的觀眾 聽眾 支持者聽到 等於MC的支持者 都有分享在我的群組那裏 有觀眾就說 原來我昨天的影片 已經分享在我的MC群組那裏 多謝 那就是一件事 其實我這段影片不是為MC而做的 Sorry 如果今天繼續聽這個 即是我本頻道的MC的Fans 對不起 其實這條頻道 並不是為你們而設的 這條頻道是為姜濤而設 為姜濤 一句預防性 還有如果有一些抹黑攻擊 我要進行澄清 加上 早一輪 我講了Edan演唱會的一些評論 受到猛烈的攻擊 到現在都未完 所以昨天可以稱得上是兩面夾擊 即是我疑似M屎 和爵屎 兩屎的攻擊 即是本民道受蠢躍擊 昨天搞到我都分心不下 但是我都要跟大家說 你越是搞 證明我越說得對 我越說得對 證明我們支持姜濤的方向是沒錯 好 所以我接下來就要公開一些數據 給大家聽 希望大家 姜濤要多多留意和警惕 好嗎 好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我們首先要讚好這段影片 還有留言 一個心心一個笑容 一點都可以 因為高登仔收集一些好的數據 抗衡這些攻擊和投訴 最重要的是 大家在直播的期間 可以的話 不要緊的 沒有都無所謂的 可以的話 超級鐵圖 超級留言 給高登仔留下一個好的數據 而這個直播完畢之後 在這段影片的重播期間 你就超級感謝 一元幾毫都可以 最重要有一毫子都可以 沒什麼所謂的 所以就請大家幫手幫手 幫手幫手 令到高登仔的頻道 不要再受這些威脅 這些攻擊 所以高登仔是不會停的 只要有一天 我覺得 說我的東西是對的 越多Haters攻擊 證明我說的東西越對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我評論Edan演唱會 有些YouTuber 連說都不敢說 因為他們頂受不住 一說到Edan演唱會 就有全世界 很多這樣的攻擊 就是批評 他們已經收口 但告訴你 高登仔是不會收口的 因為我覺得 對的東西是要說的 是吧 我覺得對的道理 是應該要說出來 一些真相是要說出來的 因為我們其實受到 很多的教訓 姜唐 我也是 我都跟大家說一件事 就是我們已經受過太多的教訓 當今年年初 我再次一次提 《刺刊樂壇》那個鏡中鏡的表演 姜唐 搞盡心思 去為大家進行一個新的表演 但是 那些Haters就無理地攻擊 當時我還記得 當時我還記得 有一個風向就是 叫姜唐 冷靜 不要出聲 那些Haters 你有得去說 說完沒有人回應 是會停止的 但是事實上告訴我們不是 正正就是等於現在一樣 是吧 那些Haters 我們姜唐不回應 但是有Haters會回應它 Haters是一個 好像一個 大家互相位置 互相支持 互相刺激的群體 一個Haters發現 另一個Haters又發現 他們會互相刺激 引到一個爆發出來 所以上次年初 青菜學othing 那些群體 姜唐 blij 為何會搞到 tão悲壞 就是因為 有一個風向 就說不要理 不要說 讓這些Haters發現 結果做掌到了他們 他們以為真的姜唐會不出聲 Youtuber到今時今日 有一些Youtuber都直接說 我們要不要對haters說 我們要不要回應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一個群組 好好心 要說這些言論 但問題上並不是這樣的 也都有人在這裡已經開始明白一件事了 如果你一直在迴避或者不面對這幫haters 我們當然是要回應 但另一方面我們一直都主張的 我們要教化他們 我們要告訴他們什麼叫做姜唐 什麼叫做姜唐的真正的態度 正能量 我們都要愛 有很多haters都跟高恩仔說話的 我的支持者 我的觀眾聽眾 跟haters的觀眾一樣 我都會留言給高恩仔 我的haters是 除非他們是惡言相向 說了粗口 我都不管了 但如果你說很理性討論的 跟高恩仔說 為什麼姜唐我這麼討厭他 為什麼我不喜歡他 為什麼我不喜歡姜唐等等 我會慢慢解釋給他 教化給他 我也都教化了很多個 所以我們不是說把那些東西很迴避 我們一直說我們不要說 我們要不要吵 不要提醒別人的東西 我們要不要回應那些haters 他們慢慢收回 但事實 歷史這麼多年告訴我們 那些haters不會就著我們的收聲 就著我們的冷淡回應 而停止 而且他們更加有一個囂張拔河 去不斷加強攻擊姜唐 我們都不想姜唐受到傷害 我們都不想姜唐受到攻擊 正如MC這個訪問 已經告訴了給大家 有很多姜唐在群組那裡散發出來 我們不可以 就是我們不可以 蔑視這些事實 我們不可以蔑視這些事實 的確有很多姜唐 是留意MC的一舉一動 這個是當然的 亦都是大部分 是不是 因為MC近來的勢 實在是太強勁 他無論他的訪問也好 他公司的動作也好 他所有的東西也好 都是向著年尾的所有獎項 而那些獎項 亦都是跟姜唐對著幹 這個是數據告訴我們 不是高登仔主觀 是數據 客觀事實告訴我們 難道我們姜唐就不可以作出反應了嗎 姜唐就不可以作出反應 不是不可以 就是他本身 可能對於這些衝突 他都想可免則免 因為他都是想用一個和平的手段去處理 但問題上和平的手段 最後就是傷害到姜唐自己 這件事其實我是這年最痛心的一件事 當姜唐想用一個愛的方式去擁抱他的敵人 擁抱他的對抗者 Haters 但問題上就是 他的敵人 他的Haters 會不會擁抱姜唐呢 是不會的 他們直接是拿刀來插姜唐幾下 你不出聲就插你幾下 結果就是造成年初姜唐受到的傷害 年初姜唐受到一系列Haters的攻擊 以致到他心裏面出現了一條傷痕 一個痛苦的傷痕 是吧 這個是高登仔 這年來 即是這一年來 2023年去到今年9月 我所得出的一個結論是 你不能夠不回應 你不可以一口說 說我們不要理會 我們不要理會別人做什麼 我們要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的僵務 是重要的 是僵務 不是家務 有觀眾聽錯了我講的 僵務 可能我說得不清楚 是僵務 每天做僵務 都不止 是要留意姜唐的身邊一個一棟 是吧 你想一下 這個是人類的活生生硬道理 是血淋淋的歷史告訴我們 你一個國家 是吧 一個國家 如果你 如果你 只是得強大自己的話 你不理會周邊的人 好像想當年 中國 我講歷史 中國 雖然我不是教書 好像想當年 中國一個清代所國 還是明代 我忘記了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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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國政策 結果烈強壯大 接著去到清 清朝的時候 就入侵清朝了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歷史書 就是說明代 因為那個鎖國政策 出現了之後 他們不理會了 我們只要強大自己 是吧 強大自己的國土 強大自己裡面的經濟 強大自己的兵力 就可以了 結果鎖國政策 鎖了200年 海禁令而已 我忘記了 結果 列強全部壯大 因為你不了解 你不了解出現的列強 結果就入侵到八國聯軍 鴉片戰爭 很多這樣的事情 我又要細說歷史 你看回歷史就知道 今時今日 我們 姜棠就是好像 被一班列強圍著一樣 如果我們只是縮在一邊 別人試探你 攻擊你 可能AMC訪問就說 我想拿最佳男主角 最佳男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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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愛男主角 別人趕到出口了 是吧 別人向你放槍了 難道我們都不可以回應 是吧 難道我們都可以做一個 懶笑 不要理會 這些不關姜濤事的 不關姜棠事的 我們不要理會 外面就有趣 到有一天 外面就形成了一大片的 鴻海勢力 是吧 我們從經濟學說 而你自己以為自己是南海 其實已經被別人 侵佔不少的市場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甚至可能當時Edan演唱會 我又再提了 儘管投訴 Edan演唱會 他拿姜濤來開玩笑 難道他開玩笑 我們不能說 我們不可以回應嗎 他的確拿姜濤的獵造新聞 他和Lydia的獵造新聞 來開玩笑 拿中子事件開玩笑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難道我們就不可以回應了嗎 姜濤也回應了 姜濤也回應了 你作為一個Youtuber 你不可以綁起雙手 讓人家喝 我們以一個溫和的態度 我們以一個不理的態度 我們總之要有愛自己就行了 擁抱自己人就行了 結果呢 結果就是告訴我們 今年有若干的例子告訴我們 你當不理這些報道言論 一系列haters的攻擊等等 結果就是造成姜濤的傷害 最終可能傷害不是姜濤 不是我們這些Youtuber 最終傷害是姜濤 你反過來想一個東西 當我們完全不理這些東西的時候 人家會不會不做事 人家會繼續做事 人家會繼續努力 人家會繼續用任何的方法 任何的納欺 去對付姜濤和姜濤 人家不會停止 你要認清一個事實 敵人是不會停止對於姜濤的攻擊的 如果做了姜濤 久的話 或者有一定的連遷 你們這些硬度是明白的 也都可以近一年多兩年 也都可以正正引伸到 你們就算不理會他們 他們都依然會繼續搞 依然會繼續擴大 所以你說那些吹風 什麼叫做 不要理會 總之關愛自己 關愛自己姜濤當然要 我們自己做姜濤 不是家務 做姜濤當然要 對不對 但是問題上 我們都要面對外面的攻擊 我們不是說懶處理 不理會 一切的事情 當是沒有發生過 這樣 這樣就可以 可以的 除了那些網絡媒體 或者一些舊媒體的攻擊之外 我們還要很留意網絡上面的haters 其實網絡上的haters 對於姜濤是傷害最大的 以一個後網絡時代 今晚我就會出一個網絡的report 也是最新的 從網絡上面拿回來 這間網絡來說 其實你想一下 就是我自己 你問高生仔 其實我覺得 那些傳統傳媒 或者那些網絡傳媒 其實又不是太可怕 因為他們有時候 那個影響力 其實已經很弱了 那些傳統媒體 是不是 網絡媒體 他們的影響力是高 但是破壞力傷害性 不及haters 迫不及一眾其他 姜濤以外的支持者 是不是 他們為了撐自己的偶像 是無所不用其極 我這條頻道完全是感受得到 自從那時 講了Edan演唱會 昨晚 講了MC的訪問之後 我告訴你 海嘯的攻擊 這條頻道 是直到海嘯的攻擊 我這條影片 其實已經經過幾輪的剪接 我告訴你 如果你們現在 可以聽到這條影片出現 已經經過幾輪剪接 YouTube又禁了幾次 這條影片 很多YouTuber就害怕 我們要講一些比較中和 理性 愛 就不牽涉到不觸碰這些話題 你不觸碰這些話題 當然YouTube 是不會受到那些投訴 只要去影響你出片 會影響你的收入 但是問題上 我們並不是因為要賺錢 我們並不是因為要賺流量 我們並不是因為賺點擊 而去迴避這些問題 我希望大家真的要明白 真的要明白 其實雖然你聽見高登仔 這次這條影片 是用一個比較激躺的語氣去說 但是其實我也是充滿了愛 我是愛姜濤 我是不忍不忍那些外圍 那些攻擊 而我們甚至是說 有些YouTuber 甚至有些姜濤 已經是少數的了 少數的 說 有得去 是吧 我的這樣的攻擊 有得去 是吧 我們不要理他 冷處理 不理他 不理他對待 那些Haters 別人說什麼就有得去 我們自由 結果 最終傷害就是姜濤 你不發現 不行 但是我還講過活生生的例子 當我高登仔的頻道 出了一些回應的影片之後 譬如我都回應過兩次 一些抹黑YouTuber 對於姜濤的瘋狂攻擊 結果他都收了檔 這個就是硬生生 鐵一般的事實 就說你這些人是要回應的 是吧 因為甚至是有人說 喂你不回應 他們出多條片 吃過翻尋味 因為姜濤是一個 鐵一般的流量 你只要抹黑他 就很多人聽 因為Haters不少 是吧 我都講過一件事 當一個明星 一個名人 他的擁大者 是吧 譬如我好像姜濤那樣 他擁有一大把的姜糖 同一時間 亦都擁有一大把的Haters 他們是共生的 他們的數量是共生的 千萬不要有一個錯誤的想法 我跟大家說 千萬不要有一個錯誤的想法 和一個天真的想法 我可以說 你不要以為 越多姜濤就越少Haters 姜糖和Haters 是共夫長生的 是吧 他們一樣有這麼多數目 所以當高登仔支持姜濤 講姜濤的好事的時候 當有一幫人 又在抹黑姜濤 講姜濤不是的YouTuber的時候 他們一樣是這麼高的流量 千萬不要有這樣的錯誤 我給你們說一些活生生的數據 所以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千萬不要做一個 什麼都不理的姜濤 是吧 我們姜濤是要做 但是留意姜濤身邊的威脅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也都是到今天 是吧 我告訴你 這個方向是沒錯 是吧 這個方向是沒錯 只要我們有一條頻道 去開聲 去告訴大家 現在這個事件發生成怎樣 是吧 喂 如果當每個YouTuber 都好像 哎 什麼都不要理 只是說說說風花雪月 說說說姜濤 一些身邊的發生的事項 那麼高登仔每天的姜濤新聞都有 那些這樣的資料 是吧 這件事就真的要大家去深思一件事 究竟我們的方向要改變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認清了一個事實 Haters不會消失 也不會減 他只會數量增加 當姜濤的數量增加 Haters的數量一定增加 這是活生生的數據 所以我們作為一個叫做YouTuber 或者叫做一些姜濤的話 我們自己要認清這件事 除了說姜濤的好人好事 愛心事 新聞之外 我們還要留意姜濤身邊的敵人 因為姜濤真是一個很好的人 他有時可能真的忽略他身邊的一些危險危機 是吧 你想一下 姜濤都以一個是這麼愛兄弟的人 都要出一段聲明 去講疑似對這個Aden的演唱會作出一些反應 是吧 那你可想而知 姜濤是多麼受到委屈 多麼面對這些殘酷的攻擊的時候 有口難言 是吧 所以既然有口難言 就交給高登仔 交給我們一眾的支持者去支持姜濤 是吧 這件事在2023年 甚至去到2024年 姜濤是需要認真去反思這個問題 否則跟著下去 我告訴你 2024年我看各方面的數據 各方面的數據 是面對姜濤 姜濤面對的威脅 威脅的挑戰是越來越大 我都可以這樣說 姜濤怕不怕呢 我覺得姜濤不怕 因為我們還有大量的受眾支持者 但是當你這些小小威脅 小小攻擊 你不理他不理他 他們就像一個士金石一樣 動靠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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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濤 這樣對姜濤會造成傷害 高登仔一直不希望看到這件事 所以就正正告訴大家 正正反映到了 昨天一說MC 就發生了這麼多這樣的投訴 完全可以反映到一個事實 有很多人藉著MC這件事 去攻擊姜濤 已經是有一個很明顯的數據 之前說Edan演唱會 就是棄弄姜濤 就是拿姜濤來取笑 又會受到一連串的攻擊 所以高登仔 這些事情我會迴避 我也可以跟觀眾聽眾說 這些你迴避了 最終傷害真的是姜濤 所以大家真的要認清楚 現在的形勢 就是做姜濤是打 就是愛身邊的人是打 甚至Haters都可以愛 但是你不能夠不作出回應 如果你不作出回應 其實某程度上 你掩著自己良心 或者叫做助長 惡勢力的成長 就是你面對這些Haters的攻擊 你不回應 你等於助長著他 也都是你不知道他 其實他自己本身也在傷害自己 你要抱著一個心態就是 你希望教他 就是告訴你 姜濤的好、愛、善良、正義、正直 是吧 你要告訴他才行 可能他自己也在沉淪著的 Haters 甚至可能其他支持者 其他另外的支持者也在沉淪著 他們也在迷失著 是不是 他們也不知道自己偶像在做什麼 他們也不知道自己偶像其實不是一個好人 是不是 他們也在沉淪著 是不是 我當然高登仔不是說得那麼偉大 就說 我們要拯救萬民 我們要拯救其他粉絲 我們自己也未能拯救 自己也有很多姜濤 是不是 每天我這條頻道也有很多姜濤 跟高登仔聊天 我都在拯救他們 就是 我自己覺得除了 其實都很慘的 那些Haters 你要拯救 因為我接觸了這年 就是接觸了很多的Haters 也當中有教化過他們 就是他們之後成為姜濤 也是很忠實的姜濤 OK 那這些這樣的 就是叫做 我也不夠膽叫做教育 就是叫做教化而已 因為我又不是老師 我不夠膽整天 就是說 我抱著一個教書的心態 喂 我就是 就是一個普通姜濤 盡我能力 介紹姜濤的好處給他們 希望能夠他們從一個 痛苦和仇恨之中解脫出來 因為當他們不知道 喂 究竟我怎樣可以認清真正的姜濤 我怎樣認清自己的偶像 那你就來找高登仔 高登仔能夠告訴你 能夠告訴你 我的真相 就是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就是這樣 就是這條頻道 就是現在最主要的風向 就是 其實是高登仔經過這一年來 不斷的反思 還有很多事情的發生 很多網絡上的事情的發生 對於姜濤的傷害也好 或者姜濤的一些傷害 或者姜濤的一些想法 我作出現在以下的部署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的觀眾聽眾 能夠繼續支持高登仔 希望這個方向 以時間去證明 高登仔 和我的支持者是對的 是吧 而不是說 天天在說姜濤的風花雪月 是吧 說姜濤的愛 就可以制止到 Haters的攻擊 和對於姜濤的傷害 OK 用一句名言 If not me Who 就是高登仔 不是我做 誰做呢 希望大家支持 今次姜濤的綜合新聞 就這樣 下一節我們繼續姜濤的更加多的綜合新聞報導 拜拜